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慈大悲 大智慧 不是世间的智慧 所以要懂得智慧 智慧又可称为般若总相智 般若就是菩萨的智慧 总相智就是总的相 就是相貌的相智慧 实际上一个人真正的学到菩萨的智慧 他什么都可以相智 就是你的智慧德能全部发挥出来了 你的智慧 所以你看有的孩子在学校里 人家很喜欢跟这个同学在一起 因为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想出办法出来 什么事情他都能够解决 因为他能够分别人间的智慧 总相智是什么意思 就是菩萨的智慧 他能知道你这个智慧是高级的低级的 是有私心的智慧还是没有私心的智慧 这就是菩萨抱怨 所以要做到般若别相智 般若别相智 就是你的般若的菩萨的智慧 分别于其他的相和其他的智慧 就是不同于人间之相 你能够知道和理解每个人的习惯 和他们的性格 你这个人就有总相智 然后呢 这个就叫做般若一切智 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他是对什么事情都有智慧 有些人这个事情有智慧 那个事情就没智慧了 有些人在这方面也很有智慧 在那一方面他就没有智慧了 所以般若总相智 就是一切智慧 一切智慧 所以修行必须要懂智慧 这叫以法相应 你去看好了 这个一个法一定是相应的 所有学佛的人 所有有智慧的人 所有学佛的人 他都有智慧 所有境界高的人 学得好的人 他一定有般若智慧 所以法法皆通啊 学佛的人都是这样 你不管哪个法门 你看他们的长老 你看他们的上师 你看他们的大和尚 他们都是有智慧的 自古以来有很多高僧大德 你看看他们讲出来的话 他们给人间带来的 布施的法布施的智慧 那都是般若的 很高尚的 所以自己要检查自己 有没有智慧 你就知道你自己修行修道 什么程度 你碰到事情就痛苦 碰到事情就烦恼 碰到事情就想不通 对不起 你还刚刚入门 如果你能够碰到事情就想通 碰到事情 虽然有一点难过 一会儿就过了 那你已经入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dinн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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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